我今天要講的這題目是 From Spring to Quarkers 其實我昨天就把它放到 我們slack上面 所以你可以先 你如果現在還沒有能力可以先掃 等一下可能就是萬一你走神 或是什麼你就可以其實可以直接看 好的 然後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是Vincent Huang 然後 上面三個是我自己的一些自我介紹 我包含我自己個人的Portal 然後我現在的角色 然後我自己的領域是JVM Backend 跟DevOps 就是DevOps算是這兩條路線雙修 我目前是 就是現在剛剛的那個SWAG 還有這個是身上穿的這個 就是我現在是 穿是股份有限公司的Cofounder 然後這是我們公司的官網 還有我們的Discord 所以歡迎就是 除了今天有交流之外之後 也歡迎你可以來我們的Discord一起交流 這樣 我目前是那個Culting項目的GDE Google Developer Expert 所以如果你對於成為GDE 有興趣的話 那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GDE也是有在 就是找一些很熱血的夥伴們加入 專家加入這樣子 好所以首先在這個 我們要講這個題目嘛 那我現在簡單很快的來暖身一下 就是說 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為什麼你們今天坐在下面 或者是 我們為什麼要來聽研討會 或者是我們要來 我們要來就是跟大家一起坐在那邊 然後看講者在上面講東西 我那天就突然想到說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大概就是歸納出 歸納出四個 四個點 包含就是 你可以找志同道合的夥伴 就是說你在學這個 我也在學這個 那我們可能一起努力 可能就是我們 會有一個共學的目標 我們會一起前進 第二個是說 你今天來聽我們的 你今天來聽這個演講 然後你可以很快的了解到 我今天想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可以很快的去 Review preview我的ideas 然後 我通常會 不是 大家通常都會給一個sample project 所以你就可以 你今天拿到sample project 你回去執行一下 你大概可以看一下說 喔 原來課課是這樣 那我也可以用 我也可以寫 然後說不定有一天我會用到 對不對 那第三個就是 你來聽 絕對不是想說 看我來表演 你一定是想知道說 我對他的看法是什麼 那 我有沒有辦法 立刻透過這個講者 給我的這個 他的想法 然後給我一些很快的啟發 然後他可能有一些key feature 或是什麼 然後幫助你很快的了解 或是學習到一些東西 然後最後就是 像我們常戲稱年會叫大拜拜 就是大家就見面 然後 就是很多沒有很久沒有見面的朋友 然後可能一年才見面一次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會有粉絲見面會 我不是說我啦 等一下給你們看一張照片 你們就知道什麼是粉絲見面會的意思 好 那第一個是 這個 community campaign 就是取暖 取暖 就是說你看到有人 有人 你在用QuarkX 然後也有人在用QuarkX 你就覺得 哇這個真的是 夥伴 有人也一起用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起激勵 然後更重要 我想你們一定更想知道 或是說 你在講這個東西 那到底業界有沒有人在用 我想這個應該是很重要一點 因為 你絕對不可能去採用一個相對冷門的技術 這是現實生活中工作的狀況 然後所以如果你要掃那個 就是如果你剛才已經拿到slide的話 其實你也 就應該可以拿到這個project 那如果你要掃的話 你也可以掃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 這是那個github上面的一個專案 不過我沒有把它寫得特別的難 因為醫者也是時間不夠多啦 再來是說 我比較 我今天比較想要特別去強調說 他們兩個 他們這兩個框架相似的部分 因為 他們其實 無論是設計 跟他們所擅長的東西 的確是分開的 而且我覺得 今天的重點也不是在好 就是我不是想要教你們怎麼轉過來 因為 我想在座一定就是 至少有八成的人 你們跟Spring是好朋友嘛 對不對 你們才會來聽嘛 那你們 如果你們Spring很熟 其實你們轉過來Quarkus就會非常快 所以我不太會著重在耗的部分 好 Insight 等一下我們最後面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很 conclusion我們來做 那我先來點一個很簡單的點 就是說 這個是Predator Principle 就是八十二次法則 這是我自己估量的 不一定是最終正確的答案 但是我覺得 一百個聽過 Quarkus這個詞的人 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在用 聽過跟用 因為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是Spring的傀儡 對不對 就是在場 在場有 沒有用過Spring的嗎 我先舉個手 好 那我相信這個八 這個二十% 聽過的人 有用 在用Quarkus的 可能是 一百%裡面的二十個 八十%沒用 二十%有用 這是聽過的人 還不是說全部的Spring 那這二十%裡面可能 又只有二十%是真的有 實際上發揮它完全用途的人 我是這樣猜測的 我用八十二十法則去推估 所以 等一下我們會來思考說 其實我們今天不會只強調說 看題目你會覺得說 我今天是來講說我要怎麼做 那我可以先告訴你 如果你Spring非常熟 也不要說非常熟 就是你已經被Spring 從三四五突如到現在的人 叫你去轉Quarkus 你一定會非常的順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 幾乎是Spring有什麼 它都有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How 我們今天不會特別focus在How這邊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們都可以 所以我會也順便探討其他的面向 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 所以我應不應該轉 我應該把我公司的專案 從Spring轉到Quarkus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是那種經典的 就是在你問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就已經被解答的問題 就是 就是問就是不要 問就是不要 你們有 我相信大家的年紀可能比較知道左邊這位 右邊這個知道是誰嗎 就是那個 我們可能小時候的那個 就是你不要過來啊 那個 好 這個是一個問就是不要的問題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不知道這個狀況 所以你當你會 你想想看 當你會問出這個問題 其實就已經解答了 就是請你不要做 對 做了絕對會 絕對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對不對 好 好 然後 最後一個是我剛剛說的 那一個 就是 我說的所謂的大拜拜啊 見面會啊 大家聊天這樣子 好 謎弟 大家有人認得出來 這位先生是誰 不是說我啦 我旁邊這個 有人認得出來嗎 這是某一次 舊大雄寶店 大雄寶店 就是Line的那個辦公室 內湖的辦公室 現在辦到新辦公室 這是有一次Line的那個辦公室 舊辦公室的時候 邀請那個 Ameria的 那個 開發者過來 那這一位是那個 Netty的作者 Netty知道嗎 就是那個 通訊成框架 那個 Netty跟Mina的作者 Java有一個特性就是那個 寫log的會一直寫log 寫通訊的會一直寫通訊 會開發很多套 就你們知道那個 好像是 SLF4J跟log4J 還是什麼 座子好像也是同一個 好 然後 這一個知道了吧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我旁邊的知道了吧 他跟我說他今天會來 不知道有沒有在下面 我是沒看到 他今天也有來 大家那天在笑說 寶哥的人設崩了 寶哥以前都是C-Sharp 他現在跑回Java 那個人設是不是崩了 沒有沒有 人家現在就是 今天他也會出場 下午的場 期待大家去看 用VS code寫Java 好 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 From Spring to Quarkus 就是 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從Spring 要轉到Quarkus 好 那所以我要先知道 什麼是Quarkus 對不對 好 我不會很 很 我今天不會去帶一些 什麼 就是 大家Google都看得到的東西 比如說 Spring VS Quarkus 這種 Google你看得到的東西 或是Spring Quarkus Performance 我不會去做這種 就是你Google 就看得到的事情 因為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 你們如果需要的話 你們都會去做 那再來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 你第一次看 跟你第二次看 還有就是 你打每一個人看 其實概念都不一樣 那至少 但至少你們可以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 它後面是有靠山的 就是你為了 你通常我們選型都是因為後面有靠山 我們不會 Java的 Java在選型的時候 不太會選一個很冷門的框架去做 因為 這不是我們生態系的習慣 而且 這個相對來說就是 因為我們常常是要做企業級的框架 跟企業級的服務 有後面有沒有靠山是很重要 那它現在後面是 那個 紅帽 就是Redhead 那你們想起來 Spring當年是小朋友的時候 就是在它Spring2的時候 有沒有寫過Spring2或Spring1的 記得Spring1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XML有人寫過吧 就寫SML 你看很多人點頭 很多人都被塗讀過 很多人想說 我 那個很多Java的Engineers說 我好不容易現在不用寫SML 結果它轉成音法 開始寫YAML 它跳脫了SML之後 結果它變成YAML工程師這樣 那你們想想 以前Spring它還是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那麼多東西 還記得當年有一個叫SSH SSH的框架 那個第一個S甚至還不是Spring 那個第一個S是Strauss 應該好像很多人在murmur 應該是很多人被Strauss苦過 那第三個H是什麼 Hybername 雖然說現在JPA下面 實現也是有Hybername 但是Spring現在已經是實現了大一統 它的SSH現在三個都 現在就沒有H了 現在就全部是它自己的 Spring NVC Spring跟Spring Data JPA 對不對 好 可是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其實也不是 就全部都自己來 它其實只有IOC跟DI 然後我們都細稱 當年的Spring 就是一個航空母艦 可以承載各式各樣的框架 然後把它組起來 對不對 至於說你現在點開它變成怎樣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它點開之後 就好多 就是這個Starter 就是非常非常多東西 那QuarkX的邏輯大概也是一樣 就是它也不是從0開始做 你不要把它想成說 它多多 多生猛 從0開始做就很 沒有 它也是類似的邏輯 只不過 它集結了一些 相對已經非常成熟的框架 然後再去做一些整合 然後有花一些心思 這裡包含 我想你們 第二個你們可能不一定看 第一個第二個你們不一定看過 但我相信第三個跟第四個你們一定看過 Netty跟 Hybernet跟Netty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它的通訊 你可以這樣想 就是它的前面通訊 通訊層那邊 HTEP TCP那邊 就是跟Netty還有Verdice有關 然後 它的尾巴這邊 主力 一開始就是 Hybernet 就是如果是單對ORM的話 其實Verdice是另外一個 我戲稱叫 Spring反抗軍的一個生態系 就是Spring已經這麼大了 然後還是有很多人就是 在不用Spring的這條路上努力 那其實Verdice也是一個 蠻大的 一個小小的生態系 那當然現在Quarkus 蓋在它上面 就又更大了 那其他的還有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們有摸過一些比較特別的 像是什麼 Camel這個東西也都 是 還有更多 我沒有全部點出來 你們可以去看那個Quarkus.io 所以它有一些Key Feature 這個Key Feature 就會比較像剛剛的 七維四維法的 Why 就是為什麼你要轉 為什麼 你會想說 我就 跟Spring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為什麼沒事要來轉Quarkus 好 所以我們要來介紹 Quarkus的Feature 首先第一個 它是Container First Container First 我覺得 不是那麼 它這個名字定下去 我覺得不是那麼 精確 你可能會想說 Spring也可以Container 憑什麼 它就說它是 比較棒 或是它比較前面 我覺得 有幾個點 就是說 這是它的特點 就是它 開的時間很 很短 就是你們知道 Spring啟動時間是秒級的 大家如果電腦再不好一點 甚至會看到 十幾秒的 就是電腦如果很不好 然後你又在啟動期 揉很多東西起來 就會花很長時間 那它如果 那它如果 建成 Gravian的 Native的話 它的啟動時間是 0.0幾秒 所以就是 你開一個Spring它可以 開過去開過來 開過去開過來 就是真的 這個啟動時間 人啟動時間 是完全沒有辦法比的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 他們邏輯上是不一樣 那你說有沒有缺點 有 它編譯時間非常的長 就是C的那個概念 我用編譯時間 來跟你換啟動時間 然後 但這個就沒有話說 它的 Memory的Footprint 非常非常少 這是Gravian上面的優點 所以 你可以很容易開出一些 像他這邊說的 你可以很快的 Instant Scale Up 然後你可以用那種 High Density的 Memory Utilization InContainer 就是說 呃 大家知道 最常看到的機器的類型 都是什麼 四扣16G 你有沒有想過說 怎麼會有人用四扣4G 這種機器 至少以前我們Grav 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們不太容易 等一下 Memory爆炸什麼的 但是因為它 Memory Full Print很低的特性 所以它可以用一些 比較 我們以前比較少用的機器 那這相對來說 帶來的好處是什麼 就 你會比較省錢 你錢會省 因為機器開小了當然就省 這個是很簡單的邏輯 好 然後呢 因為 為什麼又會扯到 Container 或是Kubernetes 因為Kubernetes 並不是用 機器來衡量這件事 Kubernetes 其實不會讓你 直接碰到下面的Node 其實你只管說 我現在這一台要開 我要求 要有多少 保證多少的CPU資源 跟多少的Memory資源 請你開給我 對不對 那這件事情 你如何可以把你這個力度 切得比較小 所以就會是它的優勢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邊寫 Spring WebFox 現在不叫WebFox WebFox 是老人家的講法 Reactive Web 寫WebFox 然後寫R2DBC的很多 有Spring整套 從頭到尾都Reactive的人 這邊有經驗的嗎 沒有 很少 很少整套串玩 那寫WebFox很多嗎 也沒有 也沒有 應該不會吧 你們全部都Stake在Spring了嗎 全部都Stake在WebMVC嗎 那沒關係 就是說 它 有提供你這個 一般的寫法 跟Reactive的寫法 Spring也可以 這一點其實並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Spring也可以 但是Spring它其實是一個慢慢成長的過程 就是你們知道 你們記得說 當年R2DBC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就是前面 就算我用WebFox 我這個Mono跟Fox 一接起來之後 可是我到DB那邊還是沒有 Mono跟Fox 所以我就變成 我自己有一個ThreadPool 或是我用什麼去串它 去接它 或是有一些人 你不是用Project Relator 你是用RX RX Java 你可能會有一些 他們的那個名字 叫什麼 我有點忘記 另外一套 對不對 所以這是它 一個不一樣的點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當然也有缺點 就是 它有一些地方整的不是那麼漂亮 所以你偶爾會踩到一點雷 這是難免的 再來是 這個它在做的時候 就是它剛剛 你們可以看 等一下我們在範例的時候 Sample Call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雖然是 我們講比較開玩笑的說法 它雖然是拼裝車 但是它拼裝的很有誠意 工藝很好 就是它把這些框 它不是說 我把這些框架集結起來 就說自己是一個 企業級框架 沒有它還有認真的做一些調整 然後 它有去 什麼Library可以進來 什麼不能進來 什麼會搭配的比較好 這個是有整體戰略考量的 然後它的面向也是非常非常廣 就是它有一個 跟Sprint 長得一模一樣的 那個 啟動的那個Starter 所以你也可以去選說 我什麼地方要用什麼 什麼地方要用什麼 而且重點是 這一些跟你以前習慣的東西 都一樣 有點彷彿回到以前Sprint3的年代 甚至我那時候在寫那個 hybernate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 現在Sprint都是safe 以前hybernate不是safe 以前hybernate不是safe 以前hybernate是persist 對不對 然後回傳值也不一樣 hybernate的persist 回傳是unin 然後Sprint data JPA的safe 是回傳整個entity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懷念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整個Kubernetes的這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 歸功於它的那個 一切都是歸功在它的一開始 特性 它的特性不太一樣 就是它就是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它不是因為 它特別的偏向Kubernetes 是因為它的這個特性 讓它特別適合Kubernetes 現在這種邏輯 就是Kubernetes現在就要求說 我希望能啟動時間可以很快 然後我是很輕的很小很敏捷 可以快速的部署這些東西 這一些東西在這些年 非常非常被強調 然後 我覺得 並不是說Sprint就不能夠做到 Sprint也蠻努力的 所以我今天這一個 這一個演講 其實不是在告訴你說 哇Kubernetes好棒棒 你回去就立刻改Kubernetes 不是 我在告訴你說 Kubernetes大概是怎樣的東西 也許你需要 也許有一天你需要 那如果那天你需要 你可能就是想起我今天講的一些東西 然後把它加進來 對 然後最後就是說 我覺得前面 就是很多東西都OK 他講的都對 但是Key feature應該是這一個 就是說它的 Sprint在早期的時候有這個問題 現在那個Sprint boot starter還好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就是在當年Sprint 3到Sprint 4的時候 那個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application SML 對不對 每一個team都有自己的application SML 每一個team都有自己的站件 你今天換了一個公司 他用的站件就不一樣 有可能要重新適應 然後後來Sprint 就Sprint boot出來之後 就開始幫你做這些事情 難免有時候一些比較特貴的東西 我相信你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fit 至少現在看起來 我不知道以後Caucas長大會怎樣 但目前看起來 它的configuration的特性 跟它的這個 可以 它直接 built native的 這個去 執行的效能還不錯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知道Sprint 或是說Java如果要live reload的話 以前是用一個要付錢的套件 叫Jerobel 然後Sprint其實也有一個hard reload 至少我三五年前用過的時候 我是覺得不太好用 所以他現在 他有一個 因為熱更新這件事情 這幾年在前端非常非常的紅 大家都非常習慣說 那像view一樣 就是我應該改個東西 就所見即所得 立刻重刷 立刻重編 大家都習慣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就有 他就有把這一點注意 這是現在的潮流 他還非常有趣 他說Blink of an eye 眼睛眨一下就會重刷 這個是他一個特性 啊不用錢 我想不用錢又是另外一個重點 好 所以 剛剛如果沒有拍到人 現在可以拍 他就是剛剛我要給大家看的那個專案 注意一下時間 好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掃這個 不好意思有點小 所以我要 糟糕 不好意思 教大家一招 我用一下 等一下你們再改回來 這一招是 演講時常用的招數 你們之後 或是什麼 你們可以使用 這是那個某一年 Jushy Long用的 我才知道 直接用那個 就是不用 這是整機縮放 然後因為那個 Mac的螢幕通常都還不錯 所以縮放就不太會有問題 好 你可以看到左邊 這是Sprint 這就是Sprint的樣子 Sprint Sprint 就是 對不起 我左右放點倒了 左邊是Quarkus 右邊是Sprint 這個是Intel Jidea的畫面 所以 就一模一樣 不好意思 我身為Coding GDE 還是用Coding Demo 其實因為 就差不多 差不多 不會差很多 然後 順便來這邊做一個調查 好了 看看 看看反應 看看我猜的 我之前判斷對不對 公司如果叫你從Sprint 轉到Quarkus 跟 從 那個 Java轉到Cotlin 你們比較能夠接受哪一個 當然 有一些公司是直接叫你從 直接叫你用Quarkus Cotlin 好不好 有一些公司直接這個樣子 好 那 我做一個調查 看看你們的反應怎麼樣 好 第一個 我們本來寫Java 但是我們從Sprint轉到Quarkus 第二個是 我們 不知道本來用什麼 但是我從Java轉到Cotlin 對 比較能夠接受轉到Cotlin 你可以幫我舉個手 好 可以接受換語言的 舉個手 哇 呵呵呵 你剛剛想的一樣 哈哈 那有一些公司 他直接叫你用Cotlin 寫Quarkus 那我就沒有話講 呵呵呵 真的 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 轉Cotlin真的是 一個坎 行蹤的一個坎 好不好 但是有機會可以用看看 好不好 好 所以其實他是一樣的 就是 如果你用IDE去開的話 就是說 該有的東西都有 你有Maven 你有Java 你有Maven 你有Gradle 你也可以用Cotlin 你也可以用Java Cotlin 是一個 跟Scala 立志走不同路的語言 就是他會盡量去跟Java共存 然後左邊 對不起 左邊就是Java 我只是想要展示 他們可以寫很像 所以我故意 我沒有要把很多框架放進來 所以我只放了三個 SpringWeb MVC 跟Data JPA 跟Postgres Postgres Driver 那 Quarkus 這邊 一樣 因為他沒有JPA 他就是 他沒有Data JPA 但是他的 hybername 這邊是符合JPA規範 就是他有 hybername 然後他有 那個 我這邊是放錯了 我勾錯了 我截圖截錯 不是RestClient 是RestEasy RestEasy 我勾錯了 然後 JDBC的Driver 我們大家來找查 請找出左邊跟右邊哪裡不一樣 沒有啦 就一樣 這是寫的一模一樣 我發誓我是結不同的 好不好 就是左邊是Spring 右邊是Quarkus 他們的Entity可以寫的一模一樣 當然我有稍微調整一下 但是我是告訴你說 至少我們先 我們先從資料慢慢退回來 我們先從資料看 資料可以做的一模一樣 那個Dao層 就有點不一樣了 其實Spring現在是可以不要寫 Spring這個現在可以省略 你們知道嗎 你可以 這裡可以不要寫Repository 它其實少得到 因為你有繼承那個 你有繼承CiUD Repository 其實它少得到 你不用寫 我是為了要讓你對照 Quarkus叫做Application Scope 當然它繼承的Repository 就不一樣了 然後因為它Web層 就完全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Web層 不可能還寫成一樣 寫成一樣太厲害了 它一個是用Rest Easy 一個是用Spring MVC 那Rest Easy它其實是走以前 我相信你們可能會聽過 像剛剛那個 前一家宣傳公司 不是說他們用Jerese嗎 Jerese Jerese是JRS的規範 下面的一個實作 Rest Easy我記得也是 所以 但是我故意把Messer寫得很像 就是 Get Post 跟Delete 這邊也是一樣 Get Post Delete 所以你看Messer的做法是一樣的 但是它上面的一些標註 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比如說在Spring的話 我們都知道是 什麼什麼Controller 然後什麼什麼Request Mapping 然後Get Mapping Put Mapping Delete Mapping 那在它這邊的話 就是 Consume 然後produce Consume 然後Get Post 然後什麼的 那我想要表達 我剛剛還有講到說 我剛剛不是特別講說 它雖然是找很多框架來品種 但它很努力 很努力的原因是 它是很努力維持社群規範 我不知道你們當年有沒有印象說 有一些前輩會告訴你說 Spring在 Spring在 那個什麼 Dependency Injection 的時候不要用AutoWire 盡量用Resource 或者是什麼 邏輯是說 因為他們兩個所屬的 那個Package不一樣 AutoWire是Spring專用的 可是Resource是 就是JavaX什麼東西 所以這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明明就是hybernate 可是它有盡力去符合 Java的規範 Java的社群 也就是說現在不叫J2E 現在叫JagataE 就是Java17的JagataE 它有去符合這個規範 我覺得這是它的一個 很聰明而且會成功的點 好 那我們來講這個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給大家看一個 我覺得現在Spring最大的障礙 就是有聽過Spring Native的人嗎 就是大家都要上Gravium 為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說 為什麼Spring不上Gravium 其實Spring有想要上 但是 就不太順利 因為 我曾經做過一件傻事 就是那時候我的邏輯就是說 你說你上不了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 開一個Gravium的專案 然後我就自己慢慢寫程式加上去 結果我發現那是一場災難 就是Gravium在編譯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錯誤 然後你為了它 你就要不斷的加編譯參數 去解那些錯誤 然後你在 你做了第一個參數之後 然後你再加一個參數 解了A錯誤 解了B錯誤 解了C錯誤 然後你發現這些錯誤 彼此之間是衝突跟相異的 這還是只有寫我自己的程式 我就慢慢加韓式庫 那你想想Spring那麼多legacy的 那麼大的一個base 所以就很困難 就很難解 那還有一個重點是 所以它到現在都還沒有 大阪高都還沒有變成E 所以Spring Native有想要做 但是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而且我們採用的標準 就是社群 就是大家採用的標準 一定是看說有沒有哪一個先上 就是國內有沒有什麼大廠 國外有沒有什麼大廠先用 對不對 可是目前就是還沒有 不但它大阪高還沒有變成E 然後也還沒有人用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很 很致命的問題 就是說 你可以注意到說 Spring 2.7 如果有人最近要升 就像是那個 K8S1.22一樣 如果有人最近要從Spring 2.6升到2.7 我會建議你冷靜一下 有蠻多那個breaking change的 你會突然壞掉 就是如果你2的話 我建議你先留到2.6.11 或2.6.12 就好 2.6 你不要隨便跳到7 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等 3再上 所以他現在我要說的 就是說你現在用這個 對不對 你是為了2.6 去做2.6 或2.7 去做的 可是剛剛上一場 大家應該都有聽 就是說 已經要有Java 17了 然後Spring也是3 Spring 3是直接 based on Java 17的 到時候這個 你現在做的這個native 要怎麼辦 是Fit Spring 3 還是說怎麼樣 這會變成一個問題 好 那回來我們說 這些東西 Why 跟Why not 我想你們應該可以理解到 就是 我們就不用再請布金雲出場一次了 就是說 你現在至少不會問那個問題 你現在至少會變成說 因為我想要一個 比較省的memory 我的系統需要比較節約 然後 所以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需要比較快的boot time 所以我要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 我想要 我想要 因為我想要 比較 快 但是注意 就是 講誰跟誰比較快 這很容易變成宗教戰爭 就是說 你們Java 永遠比 我們Golan慢很多 然後大家就會說 你們還是比Rust 慢很多 就這樣 我覺得要這樣看 就是說 如果你的Quarkus 比較基準 是跟Spring Web MVC 的話 那真的快很多 可是如果你是跟Spring Wave Flux的話 就 有快 但沒有快到 就是 會讓你就是 OK 我就用了這樣子 沒有 沒有快非常多 我所指的快很多 通常是用一個數量級來表示 就是說 0.2秒跟0.02秒 這對我來說就差很多了 但是如果你是什麼1.18跟1.56 這個就要看你們家有沒有那個量 如果你們家QPS是什麼兩三千 那請你請你做 可是你們家QPS如果是幾百 甚至更低 一天才多少 那 影響甚小 好 所以這個是你們可以考量一個點 再來是 What Where When Who 所以你們大概知道了嗎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東西是什麼 什麼樣一個idea 我什麼時候會看到呢 就是你老闆跟你說 這個約帳單有點貴 我們可不可以就是 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想 好 然後呢 什麼時候 就是大概這個時候 就是在 有一天你看到帳單的時候 然後誰會做 如果你不是支援的主張者 或者是你根本就沒差 你開帳單 你開那個機器根本就沒差的人 其實沒有差別 然後 一個小知識 你們知道 那個 如果你在支援夠的狀況下 Spring是可以跑的跟快速差不多快的 但是要熱身 大家知道吧 Java是需要熱身的一個 熱身的一個語言 就是你要先把它跑很多遍 先跑個一萬遍 然後就變快 我沒有在說笑 真的 去查 真的 所以會差不多快 而且我們Java通常不會跟人家比極限速度 我們會跟人家比另外一個比較抽象的名字 叫throughput 我們的產能很高 我們不會說我這個 我可以一直都很快 一直都很快 那個是C跟Rust的事情 再來就是說how 我how這邊我今天沒有講非常多 但我相信如果你們Spring都寫了非常多 這個對你們絕對不是問題 然後再來是how much 那我舉一個how much的例子 就是說 同樣如果你是QPS 大概在幾千的量級 然後你用它去寫 我估計你應該可以至少省下 三層到五層的帳單 因為它的機器真的可以開得很小 就是它可以去用那種什麼4x4G這種機器 你以前有想過你可以用4x4G嗎 沒有啊對不對 它可以去用一些很特貴的機器 會比較便宜 因為你機器量可以開下來 然後這個在Kubernetes更明顯 為什麼 因為Kubernetes對你來說 你可能可以直接砍掉一台node 你本來是這個cluster有三個node 或是五個node 你可能可以省掉一些node 來feed這些需求 所以應該是 如果你真的用的話是蠻明顯的 好 然後這是一些resources 你們可以這裡包含就是 Brandy哥今年的填賽 剛剛那個沒有舉手說不要用Cotting 恐怕是要失望 因為它就是用Quarkus加Cotting 然後第二個是電他公司的Quarkus的tutorial 所以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下面三個是就是Quarkus的一些 就是它像Spring一樣 它都有那些guys跟書 然後最後就是我前年的鐵人賽 30天的Spring Cotting的影片 然後最後是小小工商 就是我們公司 就是我自己的話 這個活動就是有點像 我們以前之前會偶爾會請來賓 那現在還是看狀況 希望有一天它可以變成實體 不過現在辦成線上的效果也還不錯 我們就是每個禮拜三晚上九點 在我們公司的Discord上面 那大概就是可能三四十個 然後就可能在線上 然後我就是聊一下一些技術上面的事情 然後跟大家整理一些文章給大家看 然後分享一些 比如說馬先生他又要買了 對不對 本來不買 一下要買 不買 要買 最近又要買了 類似這種 然後我們有一個技術週刊 就是說 我那裡就整理很多 我平常會看的所有的前輩的resource 或者是一些新聞什麼的 那我就是每個禮拜固定做這些事情 那他目前也做了 一個是做 我們存在是Cover 已經run了四十個禮拜了 好 那存在是技術週刊 大概上次是第三次 那我希望他可以繼續做下去 好 那有興趣的朋友 就是大家可以 可以在那邊相聚這樣子 好 那下面一樣是project跟slice的部分 然後我想你至少拿到一個 你就可以連到所有的資源 那有問題的話 如果你是要來這邊找我 來上面找我 或者是今天 我今天會當小經理在會場跑來跑去 所以我們就到時候再見 好不好 謝謝大家